一份优秀的四喜烤夫应该有着早红的色泽 没有酸味只有咸中带点甜 看着水分不多 入口啊却有满满的一包汤汁 昨天呢任德峰大师教了我们烤夫该如何去酸 而今天将继续教四喜烤夫的酱汁该怎么调怎么煮 我们先来处理配料 冬笋出水三分钟 K木耳金针菜各出水一分钟 花生米呢用80度的油温滑一下油 大刀比颜色来有点黄的就好 做这烤夫一定要保生姜 一斤烤夫两斤水 它要做一个小时啊 先放老抽 一般老抽大概也就是一勺子左右 生抽估计在上条根左右 它的前面主要是靠生抽来的 蚝油平平在一勺子 蚝油跟海鲜下的比较差不多啊 然后大概是两勺子左右啊 等料之烧开 先放冬笋片和烤夫大火烧开 烧开以后用中火焖半个小时 半小时之后啊 加入黑暖再次大火烧开 转中火再焖煮15分钟 15分钟后加入金针菜 再焖10分钟 10分钟以后开始加五香粉 五香粉0.5小勺 现在开始转为中大火了啊 接下来就麻油野生进去啊 大概两勺子麻油啊 大火轻轻翻炒 将多余的汤汁收干 继续翻炒 将汤汁彻底收干 记得点赞收藏哦 每天一分钟 和名厨升级家常菜 还有更多名厨年菜 敬请期待吧 请不吝点赞收藏